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九龙江 立法院政府院长之争 昨天蓝绿候选人都去拜会民众党团 被外界视为最大赢家 把这关键的巴西操作到极致 那民众党要支持谁呢 继续卖关子到最后一天 不管是柯文哲说的团进团出 或分裂投票 还是投自己等等 民众党说呢 各种可能都不排除 明天才会公布 而国民党韩江沛 韩国瑜昨天没有承诺 民众党国会改革的诉求 反而是民进党邮昌沛 邮锡坤以个人名义 支持承诺会召开协商 那尽管绿域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柯建民说 没有不同院长就是中立 反而是韩国瑜黄国昌拥抱 那一幕是千古传奇 还有黄国昌要推的单一招委制 称过去民进党团也有类似的提案 为何双标呢 那柯建民说 因为最后不可行 无疾而终 单一招委呢 就是赢者全拿了 那蓝白不是一直在攻击一党独大 如今怎会又要单一招委呢 那柯建民呼吁黄国昌 不要再演了 蓝绿白各自出招 赖清德说 隔魁人选 好几个人选在思考哦 不全是民进党 所以这代表联合内阁 民主大联盟即将成型吗 操作的空间有多大 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赖清德昨天直播的时候 说未来立法院发动机关邀请时呢 就会接受去做报告 潮小野大的结构 赖清德必须调整身段 灵活变化吗 那柯文哲这两天 坐公车 坐捷运 又起U-bike 被野生捕获 网络关注度高 还有萧美琴 年轻美照 宛如偶像的女主角 也在网络疯传 选后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成将军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周江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前发言人 萧敬妍 东江哥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王瑞德 东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民众党团会支持 蓝绿什么未来的人选 那明天就会做公布 再度骑着U-bike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一大清早来到 立法院党团办公室开会 要来决定民众党 在国会笼统选战 会投给谁 主席今天会有结果吗 有觉得韩国游戏关系 比较有诚意吗 昨天你觉得他们带着诚意 来谈判吗 柯文哲表情严肃 相当低调 民众党新柯立委到场 也匆匆上楼开会 据了解整个会议 从七点半开始 柯文哲为求保密 八点的时候还下令清场 帮在场的党务人员与助理 通通请出去 整个会议室就只剩下 柯文哲与八名准立委 讨论结果 新柯立委三间七口 柯文哲更是顾左右而言他 看似已经做了决定 民众党宣布 三十一号上午九点半 就会正式对外公布 投票意向 那记者会就会由 柯主席带领八位立委 然后一起来做 接下来新的会期的 一个任务的宣誓 那我们同时也会来 公布三掌 那包含在这个 投票意向的部分 在明天也会跟大家 做一个说明 投不同人也可以算是 团进团出 其实团进团出的定义 应该说是我们都是在 会议当中会来做讨论 然后是集体共识局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排除 任何的可能性 据说已经有共识 所谓团进团出 也不排除分裂投票的可能 民众党如何出牌 很快就会见真章 好 蓝绿候选员呢 昨天都去拜会民众党团了 那外界就关注 民众党你要投谁呢 那民众党就说了 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 柯文哲明早上会开 记者会宣誓 然后这所谓的共识 是什么呢 好像跟外界理解的不太一样 他们说的这个团进团出 这个包括这个准白委 陈兆兹 他有接受访问 他就说了 他说按照党团整体的意见 去投票呢 并非八个人都同一个选项 可能也包括各自分开投票 先讲瑞哥 怎么解读这民众党的 所谓的团进团出 好像跟外界的理解 完全不一样 对 没错 如果按照民众党的 这个团进团出的定义 那么这个 根据他们发言人杨宝针的说法 那这个团进团出呢 就是民众党版的九二共识 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很简单嘛 不是吗 没有共识的共识 中央跟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都出国 如果你出国过的话呢 那么出国分为两种 一种是跟旅行社的跟团 一种是自由行吧 对 何谓团进团出 那当然就是整团跟旅行社团进 然后呢 坐一样的飞机 一样的巴士 投诉一样的饭店 到一样的景点 吃一样的饭 这个叫跟团嘛 这个叫团进团出 对不对 大家都一样 对 什么叫自由行 自由行就是 你个别自己要去搭哪个飞机 哪个巴士 投诉哪个饭店 去哪个景点 自己决定 对 民众党这个团进团出 到底是跟团还是自由行 都不是嘛 对 就是一个名词嘛 就是一个分崩离析 就是一个那么浩大喜功 然后拿来呼隆社会大众 尤其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个大党的一个马克这样而已嘛 所以何谓团进团出 柯文哲前几天还在那边信誓旦旦说 团进团出跑票的话就开除党籍哦 他还在这样讲哦 那柯文哲的团进团出 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认知 就是跟团 结果你现在 昨天这样一讲出来的以后说 团进团出是说 我们集体开会 集体有共识 所谓共识就是 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畅所欲言 达成的共识就是 你可以一起投一个人 也可以投不同的人 也可以个别投 那你到底要怎样 我讲坦白了嘛 我讲不清楚 你不是等于是废话 脱裤子放屁嘛 我讲坦白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呢 但是从柯文哲的 那绷紧的这个脸色 然后还有呢 竟然要再跟八位的立委 闭门协商 把这些发言人助理 幕僚全部赶出去 也就是说 柯文哲不信任 那么他跟八位立委所讲的话 有可能他很 很害怕 有可能会传出去 所以他故弄玄虚 好像明天早上九点半 你们既然开会决定的 当场不可以开计的会 跟记者讲一讲就好了嘛 马上就决定了嘛 马上决定民众要怎么样嘛 显然昨天啊 那么柯文哲的民众党在所谓的 那结果四年后抱在一起嘛 对不对 政治真的是一场高明的骗术啊 那么昨天 黄国昌跟韩国瑜笑的 笑的笑不合不容嘴啊 那么开开心心 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两个 你们蓝白河的可能性比较高嘛 那看到他跟游錫坤 就是行李如鱼 冷落冰霜 这样子而已嘛 握手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照理来讲 那么蓝白河的可能性最大 可是问题是看到柯文哲的 他那个反应 跟整个民众党的反应 跟他的说法 好像又不是这样哦 不过站在韩国瑜的立场 只要你不要跟民进党合作就好了 那么对韩国瑜来讲 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 那么不管你蓝白河不合 或是白自己推自己的 立法院的政府院长候选人 韩国瑜都是稳超胜卷 是我们看到这个柯文哲 不都一直强调什么科学理性务实吗 那他的所谓的科学 原来是搞了大家团团转 然后一团迷雾 到底你所谓的这个团进团出 是什么意思呢 那因为他们民众竟然说 团进团出的意思呢 不是投给同一个人 承认分开投票的可能性 所以呢 这种团进团出的这种定义 跟外界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那也就是说 他们也承认分开投票的可能性 其他的这个杰明哥 为什么他们白银的这种思考逻辑 是异于常人 是因为他们不想 就是要避免要成为 可能是被人家之认人 称为你是小蓝或是小绿 所以开始想出这些 奇奇怪怪的说法吗 尴尬 尴尬 一方面刚才说 我不能成为小蓝 也不能成为小绿 这就是尴尬 因为你今天投了这个韩国瑜 大家就说你是小蓝 你投了这个水牛博 游锡坤 你就变成小绿了 尴尬 你要怎么解释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到底是两黄党 黄国瘡 这个黄山生党 还是你八个立委 都有各自能够执行 这个立委权力呢 你变成是到底是柯党 还是黄山生党 还有黄国瘡 那黄国瘡跟黄山生的意见呢 看起来也不尽相同嘛 一个是 就是蓝的 是很讨厌的嘛 一个呢 是现在呢 跟蓝的 关系突然拥抱在一起嘛 所以尴尬 那这个尴尬脸 怎么面对大家呢 所以你看柯文哲 当然一定要摆一个 很严肃的脸啊 镜头就照着他 又把今天的话题 又炒到柯文哲 要去承担大局 柯玄武时 好好把事情讨论起来 然后不要把这些话传出去 把一些党工留出来 但我们可以确认 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对于柯文哲 做什么决定 其实外界都是高度关注 也因为他享受的高度关注 他就故弄玄虚 好那当然呢 这个这边我们有看到一个角色 就是陈昭之的角色 陈昭之在这个送 这个韩国瑜的时候 他是在西位 送出来就是西位 在建游錫坤的时候 他位置也在旁边 那当然这个情况下 就陈昭之的这个个性 他也不 我也不是什么 黄国昌 我也不是环山山 我以前的这个立场 跟你们两个也不一样 所以他也要表达一个意见的 八个人分三派 那你除以八个除以三 每个人二点多 这是尴尬嘛 但这里面其实就是 柯文哲的策略 因为假设这个情况下 柯文哲最后他做一个决定 我们要让某人当选 但是呢 如果我们八票全部给这个人的话 会不会就是小蓝的 八个人给这个 就是小绿了 好那最好的方式呢 那就大家也表达意见了嘛 有人是非绿不同嘛 有的是非蓝不同嘛 有的是我要站在蓝绿的高点嘛 那可以啊 那就各自投票 各自投啊 那就不能叫团进团出啊 但是这个团的部分是 在这个会议当中就要讲清楚了 你投 投函几票 这个投 这个我们说有几票 这个不能跑掉 到时候确认某些人会当选 讲白了其实都个弯 所以我就说尴尬嘛 你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做 但问题来 你虽然说他尴尬 可是他也要把这个尴尬的 炒成做一个是 你看我们还是有 执行团进团出之 各自表达立场 操作到最后 卖关子明天公布 不到2月1号 绝不罢休 这不就是柯文哲的态度吗 好那现在呢 当然这个情况下呢 还发现到 这个两黄呢 都被贴标签了 那最简单一件事 我再把陈昭之拿出来 陈昭之的出现 其实是柯文哲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棋 对因为陈 因为我们这样讲 今天你讲到黄珊珊 你过度讲黄珊珊 基本上蓝就一定是很生气嘛 你过度讲到黄国昌 那柯建民 肯定这口气人不下去嘛 你陈昭之拿出来的时候 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质疑 到底陈昭之 虽然他过去有什么台独背景 但是台独也不认同 他是同类人嘛 所以陈昭之的个性呢 又独立出来了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今天柯文哲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呢 他是见到风向往哪里转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风向的人拿出来 往哪边去了 对你看我讲一个简单一个例子 今天黄国昌跟韩国瑜抱在一起 请问一下你们新闻焦点 昨天整场内容根本不是什么单一 什么招委也不是 大家看他们两个拥抱 就是他们拥抱嘛 为什么他们拥抱 因为这两个是极端两边的人 竟然拥在一起 我当然了 这边是韩国瑜的即兴而为了 但是呢 黄国昌也笑而接受 什么时候黄国昌也这么会入戏 这都是柯文哲民众党最擅长操弄 所谓的这个语情最厉害的手段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太厉害了 这个连赖清德都说 他们真的很厉害操作这个 这个网络的这个形态 可是民众很想知道的事情是 到底你们柯文哲领导的这八席立委 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而且我们觉得最可笑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们的这个发言人说一句话 这是重点哦 他说呢 当八席立委出来的时候 柯文哲会带头 请问一下 我们看一下国民党 我们看一下民进党 什么时候党主席会带着立委出现 或者是国民党什么时候党主席 会带着立委出现 没有啦 对嘛 所以到最后一分 最后一秒 最后一刻 柯文哲还要彰显一下说 我们的白的力量是博大精深 柯小来柯小绿 你们也坐牧不尽 我问一下这件事情 今天院长的位置 到底是只是你们 柯文哲很重要的吗 还是全台湾认为 这个院长位置很重要 我们讲白一点嘛 大家都认为是这个院长 我们指个简单的例子 国庆日那天 院长就要出席演讲了 我请问一下 这个位置到底是你柯文哲在玩的游戏 还是全台湾在看的 不要玩到最后一分钟 立法院长就是一个门面 那只说现在柯文哲 是不是操作到极致呢 还要到明天再去公布 那特别是今天 还这个让记者在那边追着 进这个立法院 那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蓝绿的党主席 很少说会这样子进出立法院 那再来就说 这个白银他所强调的逻辑跟标准 他说党进党出党出 如果没有遇到党传决议 就要开除党籍 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国民党谁要把他态度 传出国民党也要寄出党籍 如果你不分区立委 投错票了 或是就直接开除党籍 区域立委就要停止 三年的党权 列为冷冻名单 至少蓝绿在于党的格调 还有至少有一定的展示 但是民众党 这个所谓的团进团出 看起来是逻辑错乱 于兄弟怎么看 这个白银要让全台湾看到 他们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典范 就是搞得大家团团转吗 其实团进团出 就是全程跟团 不可以脱队 叫团进团出 另外一种叫自由行 就是你到的地方解散自己走 还有一种比较像民众党 叫做鸡家酒 鸡家酒 对对对 我帮你订机票 一起进机场 然后谁到了店场 解散随便去玩 你高兴投谁就投谁 晚上回到酒店谁来睡觉 鸡家酒 晚上再玩点名就好了 对对 玩点名就好了 那你不要不见 不见就开除党籍 对对对 你只要一起上飞机 一起回饭店睡觉就好了 中间这段时间随便你 这比较像杨宝珍讲的吧 对他既不是团进团出 又不是自由行 他叫鸡家酒 弹性大得多 变形 对那民众党就是充满了弹性 讲的好听叫充满弹性 讲的难听叫做随便 叫做乱来 为什么说乱来呢 你的政策可以随便改的 你当时是什么 我不要当小蓝 不要当小绿 你现在全部支持的蓝 不就小蓝吗 你院长都支持他 你政策不支持他 对不对 然后你讲什么 蓝的就是 我附和你 我要跟你一样 人家说 忍辱求全 我觉得忍辱求全是气魄 忍辱求官 叫恶心 这是不是忍辱求官 韩国瑜 你在不当立法委员之前 你会去报房黄国昌吗 对 2018年 2020年 韩国瑜会去报黄国昌吗 不可能 恨都恨死了 对 讨厌都讨厌死他了 还去告了 你现在怎么去报他 你报他是为了什么 一报成院长 是不是 人家是一报成佛 你是一报成院长 这不对吧 这不是忍辱求全 求官 这在求官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 尤其官不应该去 我真的觉得不应该去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你所面临的是一个 没有政策方向的党团 你跟土匪打什么交道 真的 简直就是 我用我八个人来绑架蓝绿 这个跟蓝道收过路费 有什么不一样 两边都是非常大的城市 中间一条小路 就八个人 就在那边聚路为王 对 此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栽 若要过此路 留下买路财 不是一样吗 对 你跟他们打什么交道 对不对 那韩国瑜昨天去了 虽然跟黄国昌 有这样拥抱 但老师我们比较好奇 国民党有答应 民众党什么东西吗 这恐怕是最为实际的吧 我觉得韩国瑜能答应什么 韩国瑜这个院长 要不是朱立伦点头 他轮不到你做 对 他轮不到你做 所以韩国瑜 能答应黄国昌什么 韩国瑜能给民众党什么 他除了韩粉什么都没有 对 对 对不对 他除了韩粉都没有 那这个韩国瑜把这个黄国昌一爆 韩粉不掉一半 韩粉不掉一半 对 有多少韩粉是看到韩国瑜 铁真正的汉子 看到韩国瑜威武不能屈 平贱不能移 但求官可以报 有这样吗 对 对不对 你是有志气的人 你是让大家觉得你有尬死的 你以前说国民党 我最痛恨就是密室协商 对不对 李嘉峰还说出来之后 后面被捅了好几刀 那个时候的韩国瑜到哪去了 对 当年的意气风发 忠贞不二 威武不能屈的韩国瑜到哪里去了 这一爆韩粉跑一半 对 李嘉峰你刚才说韩国瑜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民众党 没有 他甚至连黄珊珊是不是也没办法承诺 因为外传黄珊珊在昨天会议面当中 有要求说韩国瑜约束下你们党内同志 不要再攻击我了 那问题是韩国瑜有办法去说约束 他们所谓的党内同志 不要攻击黄珊珊 韩国瑜可以被朱立伦约束 韩国瑜约束不了朱立伦和国民党 对不对 韩国瑜如果不听朱立伦的话 停权两年韩国瑜院长就没了 停权两年院长就没了 所以韩国瑜怕朱立伦还是朱立伦能够约束韩国瑜 当然是朱立伦约束韩国瑜 我只要当一天主席 韩国瑜如果没有按照我党的意志来做事 即使你是立法院长 我只要给你停权两年 你就没了 所以黄珊珊求错人 这个求药方要求对人 你求错人拿药方并会要严重 你跟韩国瑜说 约束一下党内同志别再攻击我 韩粉有信怎么想 怕了怕了 黄珊珊怕了 所以呢我越要打你 对不对 你太不了解韩粉了 黄珊珊越这样讲越示弱 人家越瞧不起你 所以韩国瑜能给你什么 韩国瑜在选前的时候 记不记得 侯友宜怎么说韩国瑜的 选前赵少康怎么说韩国瑜的 你的韩粉没有全部归对 还有一半在柯文在那边 韩国瑜约束得了吗 都没办法 韩国瑜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兵马 黄珊珊在你手上你搞不清楚 你求他干什么 你求他干什么 他如果今天真的这么厉害 真的这么强 韩国瑜何必要来求民众党 韩国瑜 2020的韩国瑜有把你们民众党放在眼里吗 根本不甩你 根本不甩你 2020民众党已经成立了 民众党2020已经成立了 已经开始要投入所谓不分区的名额 都有了 2020的韩国瑜有来找柯文哲合作吗 2020的韩国瑜有来找黄珊珊谈吗 都没有 那时候人家强嘛 对 对不对 现在他不强才来找你谈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韩国瑜没有办法承诺给任何的东西 所以民众党今天才会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团进团出什么都有可能 下一下国民党 没有给嘛 对不对 如果黄珊珊说你约束一下同志不要再做 对我说无谓的攻击 韩国瑜说没有你包在我身上 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我跟你承诺 那黄珊就了不起 韩国瑜说委屈了 委屈 委屈 委屈是我妈跟我讲 你跟我讲干什么 对不对 你跟我讲委屈 就是无能威力了 只能说黄珊珊你委屈了 你辛苦了 我们以前 阿兵哥很辛苦 挖好沟挖的一个晚上 对我看到他 辛苦了 委屈了 你跟我讲委屈干什么 你给我放五天假不就好了 给我委屈干什么 我没这个权 不要口会食不治 那时候委屈辛苦都没有用 讲温暖话 谁都会讲 我告诉你 朱立伦比你会讲一百倍 富崩奇比你还厉害 所以我才说 因为没有要到该要的东西 所以出来之后 就变成从团进团出 变成鸡家酒 是 所以现在你看来 就是说整个民众党的巴西里面 我认为 克文哲到现在此时 此刻为止 他有五八百平 所以他没有八百平 他就一直脱 你脱蛋便 脱到明天早上 开记者会 到最后我认为 他讲出来的东西 也是不热不冷的 就是让大家各自投票